昨天还说,中美双方谈判进入冲刺阶段,中国农产品的进口数量将进一步明晰。 美国农业部周五表示,美国出口商向中国出售了30万吨玉米,这是中国五年半来最大的玉米采购,也是中美贸易战期间罕见的玉米销售。 一位玉米交易员表示,这些玉米将从四月至七月发货。这样来看,玉米将是陆陆续续到达中国的,不会造成猛烈冲击。 特朗普表示,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取得进展,可能会达成最终协议。 这也意味着30万吨玉米还不是终点。 今年玉米进口量,肯定会超过2018年。 2019年1月,中国进口玉米40.11万吨。 其中自乌克兰进口38.99万吨,占进口总量的97.2%,美国0.36万吨,占0.9%,俄罗斯0.75万吨,占1.9%,2018年。 中国玉米进口量352万吨,其中从乌克兰玉米进口292.99万吨,占83.24%,从美国进口31.23万吨,占8.87%,美国玉米出口近期将受阻。 上周,美国中西部地区遭遇洪涝灾害,玉米大豆仓库被淹,损失严重,一些通往港口的道路被冲毁,负,中国历年玉米进口量,海关等,新兴国际综合整理。